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要为大家带来一部科幻冒险片《时间陷阱》 影片涉及到时间线转换,而且人物众多较为复杂 请各位集中注意力,跟星星一起体验这套奇异之旅 话不多说,先来看片 哈比教授是一位考古学家 在他的家族中一直流传着关于不死权的传说 他的父母都在寻找不死权的路途上失踪 所以教授也一直没有放弃去寻找不死权 这一天教授在野外发现了自己父母的汽车 不远处还有个奇怪的山洞 里面还有个怪人举着一盏灯 教授决定进入山洞,一探究竟 在探险之前,教授先回住所补充了物资 他的两位学生泰勒和杰奇希望教授能带上他们一起 但是教授还是一个人来到了山洞 他发现山洞内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镜头一转,时间来到了两天后 泰勒和杰奇见教授一直没有回来 便决定去寻找教授 两人向泰勒的朋友卡拉借了辆汽车 还顺便烧上了卡拉和他的妹妹威斯 威斯又叫上了好朋友小胖 一行五人开始了这次野外探险之旅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教授父母的汽车 顺着汽车上的绳子 一行人发现了一个山洞 他们怀疑教授进到了山洞里头 于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小胖因为胆小留在外面负责把风 一行人通过绳索进到山洞里头来 正是镜头再次转换到教授这边 他被山洞里的怪叫声吓到 急忙跑了出来 但是当他从山洞出来后 却发现自己的汽车已经破旧不堪 之后教授又在附近找到了杰奇他们的车 这辆车同样破败不堪 教授推断自己的两个学生应该是进洞寻找自己了 于是又折返回洞中 镜头再次回到泰勒一行人这边 他们同样听到了山洞里传来的怪叫 于是决定返回 当杰奇顺着绳索爬到一半时 绳索却突然断了 杰奇的脚也被摔伤 一行人以为是小胖恶作剧弄断了绳索 赶紧用无线电呼叫小胖 但是无线电那头却传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通话人说自己是小胖 还一直向他们呼救 无计可视的一行人决定继续探查山洞 杰奇因为脚伤留在了原地 很快三人来到了一个洞口处 卡拉在洞口处发现了一截断绳 还有小胖的尸体 这时杰奇因为害怕也爬了过来 泰勒在尸体旁边发现了小胖的摄影机 摄影机上显示小胖在外面等了一天一夜 由于泰勒他们一直不回去 小胖只好进到山洞里寻找泰勒和车钥匙 但是当他打算顺着绳索下来时 绳索却中途断裂 小胖就这么摔了下来 众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明明他们进来山洞才几个小时 小胖的摄影机里面怎么会显示 已经过去了一天呢 一头雾水的众人决定由卡拉爬上去弄清状况 泰勒将随身的GPS信号器给了卡拉 卡拉爬出山洞后 发现地面上只剩光秃秃的岩石 远处是漫天的沙尘暴 GPS根本搜不到信号 天空上还漂浮着一个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卡拉又顺着岩壁爬了下来 告诉三人外面的奇怪景象 但是三人却说卡拉才上去两秒钟 两边人对比了各自的录像 卡拉在洞外的录像显示 他上去了30分钟 而泰勒他们在洞中的录像却显示 时间仅仅过去了两秒钟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山洞是一个能够让时间减缓流逝的奇异空间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绳子的断裂 那些绳子不是被人割断的 而是在快速的时间流逝中被腐蚀了 这时众人又发现小胖的摄影机中还有其他内容 原来小胖摔下来后并没有死 他通过无线电箱泰勒发出了求救 泰勒之前听到的求救声正是小胖发出的 不幸的是山洞中还生存着野人 这些野人应该是上古时期的原始人类 因为动中时间流逝缓慢 他们才一直存活着 可怜的小胖被野人活活打死 看到这光景众人不敢在山洞里面久待 于是卡拉再次拉上绳索 攀岩而上 打算将众人救出去 就在卡拉爬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爬梯 还有一个机甲战士从爬梯上爬了下来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了一个野人 冲着机甲战士一顿死咬 机甲战士用机关武器锁住了野人 泰勒一行人赶紧逃命 没跑多远 他们就在另一件实事中发现几个野人 泰勒掩护另外三人先走 留下来和野人搏斗 被野人砸晕 很快机甲战士也跟了过来 他将泰勒拖进实事里面的泉水中 片刻时间泰勒居然醒了过来 这时野人又赶了过来 机甲战士寡不敌众 被野人拔掉了面具 他无法呼吸地球上的空气 奄奄一息之时 机甲战士开启了一段全息影像 从影像中 泰勒等人知道了人类派出飞行器 实现火星殖民的信息 现在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机甲战士是从未来过来的 在泰勒等人栽山洞的这段时间 外面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就在众人不知道 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教授的背包 于是泰勒又顺着背包的方向 开始寻找教授 在通道中 泰勒发现了重伤的教授 此外泰勒还发现了一层凝固的影像 原来这个奇异的山洞 还有更深的一层 在那里时间流逝的更加缓慢 所以从外面看来 里面的景象就像是凝固了一般 教授劝阻了想要继续深入的泰勒 接着泰勒打算用泉水救火小胖和教授 但这时野人又围了过来 众人只好回到先前的洞口处 打算用爬梯爬上去 但是他们发现洞口的天空 居然变成了泉水 卡拉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被水中的不明生物抓了过去 这个不明生物其实是来救他的 这时底下的野人触动了爬梯开关 爬梯被收缩 眼看泰勒三人就要跌落下去 时间却突然定格 从水中伸出来三根绳索 将泰勒三人抓住 接着米拉也从水中钻了出来 将三人救了上去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明白了 因为卡拉上去之后时间变得极快 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拯救洞中的三人 影片结尾 小胖和教授也从泉水中冒了出来 教授的父母也复活了过来 一行人向着火星进发 开始了新的冒险 片名时间陷阱指的就是 能够让时间变慢甚至停止的不死权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脑洞大开的奇幻故事 影片其实给出了一种暗示 对于未来人来说 过往的时间似乎成了很短暂的一瞬 所以掌控了时间力量的他们 可以轻易的拯救过往的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奇妙的不死权 看作是对于电影自身的比喻 能够让时间凝固的奇异空间 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看的电影吗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咯 谢谢观看